- 大家好 - 嗨,大家好 - 你好啊,Vivi - 真啊,Patrick啊,好久不见啊 - 是的,OK,来,先跟大家了 - 传球的伙伴们,先打个招呼 - 那我是来自香港的Patrick - 我是来自台湾的Vivi - 是啊,今天很高兴啊,Vivi啊 因为我知道在过去的这一个月 我看到Vivi你的团队 里面很多的伙伴们 他们都上聘了上了总裁 就让我想起了 就好像放那个烟火一样 就不断的就产生了好多好多的总裁 所以今天我跟Vivi也特别邀请到 有部分的总裁们就上来了 在这个书上就跟传球的伙伴们去分享 因为其实我相信总裁可能只是一个聘级而已 其实永久了我都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在他们上聘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所学到了什么 他们所悟到了什么 然后就把这一些他们所学到所悟到的 然后就把这一个传承下去 就成为了真的Kim所说的 可以成为一个Legacy Project 是吗 没错 而且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会想要知道 在他们成功的背后到底做了些什么 还有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 可以让他们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成就 这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发掘的 是啊 我觉得第一点威比亚他们做了什么了 他们就是听话叫做 听了什么话呢 他们就是听了你的话 我是听谁的话呢 我听了几位的话 真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那威比亚不如这样好吗 我们争取时间 争取时间 那我们开始了就邀请了 我们今天呢 我们有九位的总裁 正是我们访谈的嘉宾 那我首先呢 我邀请了第一位 那第一位呢 我可以说这一位呢 对我的印象是非常的深 我第一次见到他了 是在香港 我们呢 在上一年 我们香港的那个launch 就是我们香港的那个正式启动的时候呢 我看到他的 我那个时候 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感觉 给我的那个感觉了 跟现在 我可以说是有180度的改变 而且我也非常的好奇 因为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市场 有很多的皇族的成员 还有了有很多 就比较 就是皇族的成员 很多了都在他的团队下面的 那到底在这一次呢 他是怎样去打拼了 在三月底 今年的三月底呢 他上了死心 然后呢 也在这一次 就上聘的五星了 来我们业内的欢迎 来自我们马来西亚的 性上聘的五星的总裁 来 Joseph你好 Hi Joseph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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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i你好 你好 你好 我相信很多人非常期待 就好像火葬的一样 三月份上了 然后哇 这次又上五星了 就是吧 其实我想知道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你有没有悟到了什么 还有学到了什么 因为我相信你的这个经验呢 可以帮助到传球了 很多的伙伴们的 是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好吗 是 OK 大家好 OK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 吉隆坡 我是从事于 健康管理 然后健身及疗医板块 22年 已经有22年的经验 就是 其实是 OK 我怎样接触到Tree的原因 是因为 去年 年头的时候 我在寻找着一个很好的产品 来配合我的身心灵牌读音 然后我的伙伴就介绍我的Tree 然后我二话不说 我就 其实因为我当时 我已经在市场尽量找了 比较好的产品 但是还是 过不了我这一关 那我 遇到我Tree的时候 我就二话不说 飞去香港的发布会嘛 然后Dr. Dan 讲得很好 非常好 然后我就加入了 那个创始会员 然后我就拿了产品 回来马来西亚 开始享用 然后其实我真正开始启动 是我吃了产品 10个月过后 然后我发觉到 这个产品真的是可以 因为我 刚才Patreon已经说了 是我的学生群 都是皇族 名门望族 然后我是很要 很小心 来处理这件事情 然后我已经试了10个月 6个产品 试完10个月 我觉得这个产品可行 然后其实真正开始 启动的时候 是今年事业一号 就是 就是那时候 没想那么多 就是想到 如果我可以 对于我的团队 付出一份力量 然后让他们直上 就是推他们上 上总裁级也好 上新也好 也是 对我自己来讲 问心无愧 对不对 然后 就 4月以后 我就真正去开始 做这件事情 然后当我 一开始做这件事情 我真的是全力以赴 然后 就是在短短的 三天 我就退了 我姐姐上了 四星总裁 然后 不小心也 启动到我自己 就一个月 短短一个月 我就做了 四星总裁 但是 这一次 三月份的时候 跟 这个 八月份 九月 八九月份的 是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 因为 一直以来 就是我是靠自己的人 当 三月 四月份的时候 我退我自己 上四星总裁 就一个星期 我还 我还 很清楚 清楚的 那种感觉 还是很清楚 就是 一个星期里面 我找了 差不多30个 创始会员 然后 过了 就是 真正是 退我自己上了四星 然后 一个月 你不想再动了 就是超累的 就是 就是大伤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 尽力大伤 然后 这一次 我就告诉自己 讲 不行啊 如果我这样子 推自己上五星 可能我就会挂掉了吧 然后 我就开始 学习团队的力量 其实 因为我一直以来 我在22年 都是 我工作是 属于个体的 就是我一个人的 我不需要靠团队的 就是到 这一次的时候 我借用这个团队 就是真的是 改变我自己 改变我自己 22年来的 就是 的认知 跟学习 就是 看法 其实一路以来 我是不相信团队的 东西 我是觉得 自己可以 办得到的事情 但是 经过 经过 那个三月 四月份的时候 的那个 那个 挑战 我不要再 再继续 这个 这个状态了 然后我就 我们就用了 团队吧 团队的 就真的是 启动了 我的团队的 身边的人 就是 他们就是很肯 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告诉他们的 真正的价值 为什么我们要 做这个事情 所以不是只是 因为我们自己而做 就是可以这样 好的产品 我们来去 去打造的 很强的王国 然后推给 就是 大家 去认识这个产品 让他们走 少一点 因为网络 可以享用到 那么好的产品 然后就是 我学到这一次的东西 就是团队的力量 太棒了 太棒了 真的 其实Vivi 我从 周神 身上 刚刚我听到 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就是让我想起 一句说话 就是小成功 可以靠自治 可以靠明 但是如果真的 要取得一个伟大 要取得一个大成功的时候 必须要就是 Leverage 就是借力 要懂得 什么去借力 对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 然后再加上 就是上一次 就是亚洲 巡回 对不对 然后我的 其实讲证的 就是开始的时候 哇 世心总裁 哇 好像很高级 那么这样 其实很像是VVIP 这样子 然后我就看到Patrick 看到Kim Kui 看到Vivi 然后他们就是 其实是 下手就去帮助别人 就不是很像 把一个面子来 哇 我是总裁级 我是高高在上的 你们要服从我 你们要很像 崇拜我 然后经过这个 巡运 我看到的东西 其实完全不一样 就让我觉得 这个平台其实是 很大的倚重不同 然后我才真正的 其实是要 其实对我来讲 要说服我 其实是超难的 然后 让我看到 其实每一样 每一个小的一点 让我去 看到 真的这个Tree的 这个平台 其实是 让我付出的 没后悔 哇哦 就是这样子 你看啊 我听到这 我都感动了 就告诉了你 每一个人 只要愿意进入系统 然后 慢慢的 大家投入 然后去观察 大家 每个领导 每个领袖 在做些什么 其实我们整个 大的系统 它都是一种 爱跟奉献的力量 然后只要 你的心是善良的 你愿意爱跟奉献 你希望的一个 良善的系统 在这里面 没有一个人 不经过我们这个巡回 然后经过了 这个系统 而被改变 所以Patrick 我听到Joseph 这样讲 我好感动 而且我也觉得 他真的是一个 很难说服的人 就有如 你第一次 见到他的时候 超难搞的人 对 但是你看 经过了这样 短短的 18个月的蜕变 哇 Joseph 你此日口大牙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真的 我看到Vivi 是看到好像 自己的儿子 的改变 那一群感动 所以恭喜你 Joseph 恭喜你 谢谢你 一须努力 OK 谢谢Joseph 谢谢 好的 谢谢 那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有 我们有马来西亚的男神 对不对 现在接下来 我要来选一个 我们台湾的女神 这位女神 在我们台湾的 这个企业讲师界 也是小有名气 尤其在南台湾 真的是很多的企业 都请他去做企业内训 那那个时候 我记得啊 我告诉他说 哎 你想不想为自己成功一次啊 不要每次总是在帮别人 在帮别的企业来去成功嘛 他说老师 我要 我说好 那很简单 二话不说 那就来吧 然后他在这一次的过程中 很艰辛耶 因为他还到 他还到新疆去出差 在这个打仗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就说 老师 我差好多 老师 我现在怎么办 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个过程真的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艰辛 所以我也想要邀请 我们这个新科的世新总裁 我们的瑞佳 来自台湾的瑞佳 来为我们说说 你在这一次的过程中 你学到了什么 瑞佳 哈喽 佩奇跟老师 大家好 对 嗯 那 那我 我就分享一下 我这一次的一个感动 对 因为老师 老师全部讲中了 我的内心 好 那 各位全球的企业家 以及创业家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瑞佳 那我目前是一位 管理顾问公司的执行长 那同时呢 我也是一位企业内训的讲师 那其实过去的我 我曾经创业了三次 就像老师讲的一样 我都一直在帮助别人 那我也在那个合伙的关系里面 因为有许多的一些人心 人性的问题 而产生的许多 不如预期的一个危机 那后来呢 我自己就把我过去的创业的 不管的过程里面 不管好的坏的 我就自己总结了一下 然后成立了一个顾问公司 然后也像老师讲的一样 我协助了企业去推动了一些内部的课程 还有顾客管理关系 但是其实在整个教学里面啊 我获得很多的回响 跟热烈的反应 就像老师讲的这样 可是这个还是不是我想要的 对那因为在课程里面这种成就感 我并没有感受到就是 我可以真正的从零到有的去帮助一个人辅导创业成功 所以直到我遇到我的老师Vivi总裁 然后老师他引领了我 看见属于这个平台跟商业模式之后 我就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觉得说 我能够在这里把我过去的企业跟商业思维 还有属于的系统整合在一起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创造出 我想要的商业连结跟自我价值 那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其实我一刚开始 其实我很期待又很兴奋 就是我要去新疆 可是我要去新疆的时候 我就会跟这个活动好像会产生一个脱钩 所以我其实在新疆 我出差的不是这么样的开心 虽然大家都很羡慕是在新疆 那没有关系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学会了一件事情 就是老师教我的 就是还有我过往的学习 我来确实一件事情叫做团队合作 所以我白天在新疆出差 我晚上一直在打电话 然后我去凝聚了 就是团队的一些共事 然后我旁边的企业家们 他们每天都在看着我说 你为什么每天都在打电话 对 然后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感受到一种 就是团队给我的一种精神 跟共好的发展 然后在这一次的竞赛过程里面 其实我学习到跟最大的收获的礼物 就是要相信自己 对 那其实相信什么 你就会得到什么 那你一定要相信 相信才会有力量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并不是尽如人意的 因为我差一点要放弃 然后结果在我要放弃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自己 也对不起老师 因为我在企业里面 我都告诉大家说 你要设定目标 达到目标 可是我却没有达到 我觉得我真的很难过 然后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 在活动结束的最后一天 关键时刻 Vivi老师打电话给我了 然后他就说 余佳你要放弃吗 然后说老师我不想放弃啊 然后老师就跟我讲说 你赶快去跟你旁边的 谁谁谁 哪个企业家谈啊 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学习到的就是 我勇于开口 因为要跟企业家谈这件事情 其实我内心必须 也要自己很强大的 不然这个关系并不见得 就是能够保存的很好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相信自己 相信我能够做得到 然后在最后的一刻 我觉得我学习到就是相信 因为只有足够的努力 才有足够的幸运 那也因为我的努力 所以最后幸运终于来敲门了 就在最后倒数的几小时里面 Vivi老师就说 我的老命也快点被你修掉 很紧张 然后企业家就终于就是 一起来共襄胜举 然后我就完成了这一次的活动 所以这一次的团队呢 我们晋升了三个Paul 还有一个三星 但是这些复制的想法 说法跟做法的共好 其实我很感动的是 这些其实在我过往的 传统的创业里面 其实是很难达到的一个目标 尤其在短短的一个月 可是在3里面 我真的非常谢谢 我的老师跟系统 还有我团队的每一个人 还有协助我拼上最后的 很支持我的企业家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其实这个四星总裁 是大家一起完成的 那我今天只是代表着 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个喜悦 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 就是对我的支持跟鼓励 那瑞加只是一个例子 我不是一个例外 所以在接下来的 每一个活动里面 我相信我的团队 我们大家一定可以 一棒接一棒 而且棒棒四强棒 最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可以完成 自己的目标 然后我们一起在顶峰相见 这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老师 谢谢佩奇 谢谢大家 谢谢瑞加 我感觉又被他号召一次 果真是那个契约内训讲师 没错 棒棒四强棒 而且瑞加绝对不是一个例外 他只是一个 在这个3里 你只要按照我们的系统 然后按照我们整个的这个模式 事实上你很快的 你就可以达到顶峰 而且在瑞加的这个过程中 我刚刚有听到他一句话 相信自己很重要 真的 我说的不重要 Pedrick说的不重要 谁说的都不重要 重点是你自己 就像那个时候 我就说瑞加 你要放弃了吗 他说 可是我在新疆 我已经把所有下面的人都动员了 我就是差这样子 我说 所以啊 你现在你能做的 就是你旁边的这些企业家 谁可以开发 这些企业家 我记得 我就跟瑞加讲 你要不要 他说要 那你要 你就去开口 你就去告诉他们 你在做什么 结果瑞加真的就勇敢的去开口 然后勇敢的去要 勇敢的去分享 然后他就达到了他这一次 所以我就想 其实在所有的过程当中 最开心的就是 当你愿意相信你自己 你达到 对吧 瑞加 对啊 真的 谢谢瑞加 对我们带来这么继续的分享 谢谢瑞加 让我呢 Vivia 这个我也想到了 刚刚瑞加分享的时候 我想到一幕呢 就是不管啊 在哪一个的运动的项目 还是打拳 那每一个的世界的冠军 他背后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教练 而我看到了 我们这个事业的平台了 在背后呢 其实每一个伙伴们 在背后都有一个教练 永久呢 让我们 可能瑞加刚刚讲到 哎呀 我差不多我想放弃了 我想什么了 你认为自己不行的时候 都在这里搞鬼 那这个时候呢 在背后的教练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真的非常感谢 Vivi 你这一次呢 激励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世界冠军 都有背后 一个非常好的教练 对 那我们背后有你们 这么强大的提示啊 哎呀 好嘞 好了 然后 下一位呢 我想邀请 其实呢 这一次 我看到在马来西亚的团队呢 他们是整个家族的 那刚刚看到了 就是Joseph 那如果上一次 上个星期呢 大家有上线的话呢 也看到Joy 那Joy呢 跟Joseph呢 他们是两兄弟 那分别呢 都上了五星了 然后呢 开始这一次来了 他们的家族要来了 这一次呢 这一位呢 是他的表姐 那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 我知道了 他在马六甲了 他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了 他的传统生意 是做得非常的成功的 然后呢 也是看到我们的产品非常好 他就开始参与了 然后这一次 让我突然间 我就听到 他跟我说 我在群里面看到 哇 已经上了四星的总裁了 我说 哇 那么快 到底做了什么了 而且呢 这一次我看到了 他呢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来 我们邀请 我们性上病的 四星的总裁 来自马来西亚的 Angeline Hello Hello 你好 你好 我看到你都是保持一个 非常漂亮的笑容 我讲 这一次呢 难得的机会 我想你跟大家呢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 线上的伙伴 来自传织不同的国家 我想你分享一下 在这一次呢 你上聘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做了什么 还有呢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你悟到 或者你学到的东西 要我介绍我自己吗 好啊 可以讲讲你的背景 OK 先上了伙伴们 现在好 我是Angeline 我来自马来西亚 马六甲 我第一份工 我是写 关于机器的 我是写 机器的系统操作 做了好多年 过后 当时先生想出来创业 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出来去 开了一间金属加工制造业 做到了现在 做了二十多年 也差不多是退休的年龄吧 只是最近这几年来 是由于市场的竞争 所以身体不好 一向来身体不好的 我是觉得有一点累 所以有曾想过退休 只是当时也想到退休 也不知道做什么 就可以做就继续经营吧 只是去年的六业 在机缘巧合下 就加入了Tree 也被要业到香港的发布会 OK 不过之前没做过 这些类似这样的事业 在香港回来后 是挣扎了好几个月 也曾想过放弃 只是那时脑袋也没有清空 所有自己的想法 也感恩Harris 也感恩你Harris 一直来耐心的培训我 也让我看到系统 什么是系统 要怎么样借力 才让我看到这生意 真的是不难 很重要的是不用做销售 所以我才决定的 决定的做Tree 这事业 所以我开始是从一个 两个人 每周的小机会 从我马六甲慢慢的开始 就是才开始 所以我一开始 我鼓励我的员工一起加入 因为希望他们有一个 财富的备胎 就是讲万一我不做了 他们也有一个工作做 在接下来我就邀请了 身边的朋友 一起来做这个事业 希望大家可以借助 这个健康的平台 一起去环游世界 and then 接下来的我 我是一个很努力做事的人 只是成功不成功 我都认为 尽力就好 都是这样的人 我不会有很大的梦想 只是今天有这个成绩 真的要感谢团队 尤其是 VV总裁 美美发喜 马来西亚团队 Jessica Johnson Joy Winston 在7月7月28号 帮我在马六甲 举办了一场招商活动 连接着8月的新产品 又落地了 团队也帮我设下目标 因为他们知道 我是就是 就是 做就是了 也没有 不会设什么目标 就这样了 我跟着他们的目标 我放下我所有的工作 就是 日也做 夜也做 就这样了 一两个月 就是每天都这么这样做 所以 在短短的 这时间 我就创造了 这一个奇迹 今天 我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OK Angeline 我感受得到 刚刚你所说的 其实真的是 发自你内心的 你的说话 其实 口白门在线上的 我认识的Angeline 其实她真的 她经常 不要介意Angeline Angeline经常说 是吗 我不知道 我不要 她永久了 都是 就好像你可以说 没有很大的一个的 什么的目标感的人 但是这一次 在3的这个平台 刚刚Angeline 分享到一个 就是 她很想 就是 虽然她自治 没有什么 很大的一个的目标 但是 她就看到 伙伴们 她的伙伴们 她要协助伙伴们 达成他们的目标 其实 很多时候 我们 是怎样 去取得一个成功的 其实不是 去帮助你自治 其实 就是当你 能协助到 你的伙伴们 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话 我告诉你 你想要的东西 自然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是我从Angeline身上 你们看到的 所以 非常感谢Angeline 我看到 不单止 你也有很大的 一步一步的 这个的蜕变 而且刚刚你提到了 就是7月28号 VV总裁 还有很多的 Jessica 对 对 就来马六甲拉 就去举办了一个 一个 一个大型的活动 对 Angeline也是做了一个事情 就什么 有活动 她就把伙伴们 把伙伴们 带到活动的现场 这个跟过去的传统生意不一样 传统生意就是靠你自己做 Angeline对吧 对对 你自己去策划 你自己怎么去画图 但是你发现 今天这里就不一样 也是好像Joseph 她的分享 就是懂得借力 那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嗯 是 我已经做罢了 真的真的 非常感谢Angeline 非常感谢 OK 谢谢你的分享Angeline 感谢感谢 谢谢 其实刚刚 Vivian Angeline 她提到了 就是协助 她的伙伴 达成她的目标 她自然就达成了 那我在Angeline的团队里面 我也看到有一位 她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那过去 都是非常努力 非常努力的去打拼 然后在这一支 她也上了我们的四星的总裁 不如我们邀请她出来好吗 好啊 我们的这个 爷样在马六甲 而且是跟Angeline的团队里面 她过往 她自己也是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负责人 所以她到底是怎么样来看这个生意 而且我永远记得 她那一个晚上跟Angeline 我们是怎样的激励彼此 隔天去把整个马六甲的人动员出来 就因为这一场 立定了他们这一次的成功 我们来欢迎那个Peggy 哈喽Peggy 哈喽晚上好 我是 我是Peggy 她是有一点惊讶 就是说 为什么是我 这一次 真的很特别 很特别 OK 我是来自 马来西亚的 马六甲的Peggy 我是从事会计行业 有20多年 在这一个行业里面 就是 其实是 没有了时间 时间上 其实都全部交给了 司业上面 so我在去年的 6月份 我通过我的 Angeline 陪认识了这个 介绍了这个平台给我 当时我就跟她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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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我的菜 不是我的 我不懂 我不懂 我只会做account 你叫我做account 我会不懂 我可以 没问题 她说 这个 很简单 就跟住系统 人家知道我们做什么 我们做就对了 so OK 我其实在 前段日子 其实我加入了蛮久 我在去年的10月 才正式投入 里面 真正 tree的 系统里面 当我们一开始 在 邀约 新的人的时候 我一 开口 当我一决定 要做的时候 我就开口 我邀约 我很庆幸 我每一次邀约的人 每个都很相信 所以 这个就是 我看到 这个 真的 可以 很简单 我就 跟她一起做 我记得在 去年的 三月份 我 像我的先生 从马六甲 在我去到 基隆坡 我问Patrick 一个问题 Patrick 我等了他 三个小时 我问 一个问题 我问他 Patrick 我们要怎么样 做一个领导 如何做一个 好的领导 他就在 整个过程中 跟我讲了 好多好多 跟我分享了 好多好多 我在那个 路程中 回来的路上 我一直 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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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 很容易感动的人 所以 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到 除了 我自己要成功 我的伙伴也 必须要成功 才可以一起 so 这个是在我的 平时的 我的 汇集的行业 是 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看不到 我可以协助人讲 但是 在我这边 我就会觉得 好累 真的好累 因为时间上面的问题 就是我的职业跟时间 挂钩太多 所以 虽然我是一个 小小的 企业的 围局 我的团队里面 我也很感谢 他们 因为当他们知道 我要去发展 新的事业的时候 他们在后面 都很支持我 我的姐妹 我的团队 所有的人 都很支持我 这个是我 非常非常感动的 让我有 放下这个心 给我去发展 新的事业 这个是在 整个 以前旧的企业里面 我看不到的 真的看 然后我就 跟着系统 跟着Angeline 其实我们两个 我是很贪睡的人 我每一天 一定要睡八个小时 我在 前两个月 前一个月的时候 我跟Angeline 两个 几乎每一天早上 我们七点 都有一个 我们带住伙伴 每天早上 七点 到九点 过后 我们就 各自去 邀约 自己的朋友 在回顾的时候 我们又 明天 又再来一轮 就是 一直借力的 大家就在 分享 借力 在整个 时间上面 我也很感谢 我的团队 真的 他们也尽力 帮助了我们 所以 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太棒了 太棒了 Peggy 其实真的 Peggy 刚刚你说的 等了三个小时的 我有一点 没有很大的印象 但是 我记得 我跟你说的 怎么去当一个 好的领导人 其实 最重要 就是 怎么去带领 一个团队 你怎么去带领 只要你在 发展的过程当中 你所做的 用系统的方法 你做对的 OK 其实你就是用 这一套 来带领你的团队 就是很简单 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是的 所以最后 就是 刚刚你说的 我可以送给你的 你说 很感谢 你周周的一些 你的团队 你的朋友 当时他很支持你 OK 我们每个事情 我们看事情 都有两个角度 OK 开始的时候 可能你 你非常感谢他们 好嘞 当他们觉得 可能开始的时候是支持 然后他们支持 代表了什么 他们加盟了一个创始 加盟的创始 不是拿了产品了吗 可能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没有看到 这个产品的什么的东西 但是他们买了 他们就去用了 其实 反过来 可能他们最后 他们会感谢你 不单止这个产品 对他们的身体 产生了一个 非常正面的 一个的作用 而且 当时他们 看不到这个机会 好像如果你说 你说疫情 疫情来之前 很多人都很安稳 没有 我现在我发展的生意 我现在做的事业 就是我最好的选择 Oh my goodness 但是这个疫情 boom 一来的时候 如果你说后面 有一个备胎的话 那就不一样 所以 其实未来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是互相的 这好像买保险 最早的时候买 买的时候是没用的 谁知道明天 谁知道往后 会发生什么的事情 这一个可能是 他的事业 他的声音里面的 一个非常好的备胎 因为往后 他们就没有创始了 最后他们 持点加盟的时候 也是要做 但是都没掉 这个创始会员了 对 所以这个是想象的 是互动的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现在还有创始 所以各位 我们一定要把握 好好继续来去 分享创始 真的 真的 然后我其实啊 这个马来西亚团队啊 一直都是让我 非常敬佩 因为他们是真的 把我们系统所教的 要团队运作 留下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来去跟着系统 复制做到最好 所以他们游在上的 Jessica Joy Joseph 大家这样一路 Angeline Peggy Winstein 哇 你知道吗 我觉得在一个 对的系统的开始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 一定都要在 对的地方上 从一个系统 一个开始 我们都开始 一个正确的规范 不断的复制 不断的向下扎根的时候 其实我们整个 复制的系统 被动性收入 所有的一切 他都有办法架构完成 所以这个马来西亚团队 真的是让我看到 这个真的超神奇的 这个这个 Joseph 整个的带领 整个家族是非常厉害 那接下来呢 Patrick 我要跟你介绍 我们台湾呢 也有一些 很厉害的家族 但这个家族 当然他们就是 一个推荐者 分享者 不断的扩展下去 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的雷梦 然后对 这个礼拜呢 他的分享者 也他的推荐者 也就是我们的法喜 他也是我们新晋升的 世新总裁 所以在这一次里面 他们整个团队的运作 也是非常的厉害 那法喜我认识 他已经认识了十几年了 那他从我过去认识 他的时候 只是一个饮料店的店长 然后慢慢的 在这一路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他不断的在蜕变 不断的是 他的人格的蜕变 再加上这一次 在SRE的平台 他真正进入系统后 我发现 他真正的成为一个 开始学习一个 成为一个领导者 所以我想要来欢迎我们的 新科的世新总裁 法喜 哈喽 嗨 法喜 Patrick 跟老师好 你好 是是是 你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啊 你在这一次当中 你的学习 你的看见 因为你的长大 跟你的蜕变 也是让我跟Patrick 非常的惊讶的 你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 自己也把自己吓到这样 自己把自己吓到 因为 其实看到大家 就是一起上 世新的这个画面 我觉得 还蛮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记得我们九月份 大家还闹哄哄的在那边 就是 就是说要上 世新总裁的目标 结果这次真的 大家都上了 然后 只是说 更重要的是说 我其实在这个 活动里面 其实我更多的状态 是被大家给激发 跟带动的 那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我觉得我很开心 那也很谢谢 我的好姐妹 每每当初就是 分享水的产品给我 然后呢 也改善了 就是我大概 在长达有13年来的 皮肤性的棉系统问题 对那我也被 我也被产品惊讶到了 所以我也就是在 去年的12月份 去参加了 香港的 系统的活动 那在系统活动里面 我被Kim 还有全球的企业家们 就是感动到 就是激发了我的梦想 因为呢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有一句俗语叫做 富不过三代 我很幸运的 就是那个第三代 所以呢 我家里 其实我小时候 是过过非常好的生活 然后就是 也看过家里 非常好过的样子 所以我一直都是 有个梦想 就是说我要 重回就是当初 就是小时候 那样子的经济状况 然后我要自己 成为富裕胆 所以呢 我被启动 回来台湾之后 就开始分享产品 那也就真的 就给我分享到了 对的人 就是我的好姐妹雷梦 那她呢 是比我更积极 更努力 然后更想要 同时她也是我的贵人 对 那她也教会了我 就是说 其实不是只有 分享产品就好 更重要的 就是说系统 非常运用系统 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样子 我才会有 持续的被动式收入 所以呢 我们就在 今年的九月 就是把自己的伙伴 跟大家的伙伴 都带入了系统 这一次有一个 启动积分的配套的活动 所以呢 我们的团队里面 这一次呢 也完成了 有三位四星总裁的目标 对 所以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学到最多的是 其实上了四星 才是真正学习系统的开始 那接下来 其实Vivi 老师也是有 开始 就是带动我们 大家的团队跟伙伴 就是懂得去学习 如何去借力系统 因为我觉得 借力系统 对于像我这样子 没有背景 没有经验的人来说 去复制这个系统 会减少很多 就是我走 走的挫折的路 或者是失败的经验 然后也是可以 让我自己减少摸索的时间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会继续的 就是把旧伙伴跟新伙伴 就是持续的带路系统去滚动 然后也想要继续的 去协助底下的伙伴 往上四星的目标前进 那我获得最多的就是 要自己先启动自己 然后自己先发疯 别人才会跟着发疯 对啊 谢谢大家 没错 没错 真的 这一次在法喜身上 我也是看到了 就是先要自己发疯 别人才会跟着发疯 而且就像我们讲的 其实Kin啊 在这一次 在这个九月嘛 整个九月 Kin来亚洲 然后也来了一个月 在这个一个月当中 其实他也教会了 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帮每个伙伴 设定目标 那这个目标 其实不是我们帮他设定的 而是我们要给他一个梯子 梯子要靠墙 然后要有实际的 该他 要告诉他们 每一个人 你要完成你的目标 你该怎么做 其实我们整个团队 都是落实着 这样的想法 让每一个人 完成他个人的目标 最终呢 就像法喜讲的 我是怎么上的 为什么我们下面 会有这么多人 因为每个人 我们都帮他设定目标 给他架好梯子 让他知道他该怎么做 他就有办法上 谢谢法喜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 也一样的 他的这个三个 日星总裁里面的 这一位 这一位我觉得 Patrick应该不陌生吧 可是 你还记不记得 第一次看到Paul的情景啊 我记得我第一次 我是在高雄 然后我们就办一个活动嘛 在高雄嘛 那一次我记得了 还是一个新朋友的 就是我们一个事业的寿命会 当天呢 就是他跟他太太 Lemony来 我很记得他太太呢 拿出那个我们的产品 那个Vitata Day来 问我那个成分 我都懵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问我产品呢 我才知道 哇 原来他们呢 就是那个药厂的 你们的高管啊 然后呢 当时候呢 我们上去的时候 我告诉他先生 当天我还记得 他带着他的儿子的 我们上去的时候 就听到那个 那个跑车的声音 我看看你到底是谁呢 我一看 原来是Lemony 还有今天的 这位的主角 这位是谁呢 就是来自高雄的Paul 嗨Paul 哈喽 你好 是啊Paul 所以大家其实都是 只是看到Paul的跑车 我告诉你 他其实是一个国际的贸易商 他自己的生意做很大的 他们是专门进口那个什么 鱼货给澳洲啦 欧洲啊 进口到外面很多的 这是我们讲的国际贸易的 所以呢 其实Paul一开始啊 他 我也很好奇他 他到底看懂了什么 然后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哇 他跟他太太两个人 不断的分享之后 达成了这样子的 世心的部分 所以Paul你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这个九月当中 在十里这个事业里面 你学习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然后你怎么会有这么棒的成功经验呢 OKPaul 我先插一句 你知道 Lemony的当时候呢 他跟我说 我团队里面呢 还有一个呢 非常世心 我说是谁啊 他说 我先不告诉你 我到时候给你一个惊喜 Vivi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还没有跟Vivi说 我说是谁 什么惊喜啊 好嘞 我就看嘛 然后呢 然后他说 Paul上了 我告诉你 你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啊 哈哈哈哈 呀好了 我们邀请Paul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哈喽各位国际领袖伙伴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Paul 那我本身呢 是从事国际贸易 那我们的家庭背景 是做传统产业 那会接触到这个事业 也是因为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家的事业啊 是面临到全面停滞的状态 那那时候真的是很慌张 所以那时候开始呢 去积极地寻找一个新的投资项目 那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啊 所以对国际的情势是很敏感的 也知道因为疫情后 国际对于整个健康产业的需求啊 是越来越大 那也运气很好 在一次机缘下 听到VV大师的分享 那也接触到3这个新的国际事业 那一开始的时候啊 是我跟我太太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一起加入这个事业 我们一开始啊 并不自然了解这个事业 也不了解什么是系统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照着自己的方式 去经营这个事业 那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很多伙伴的问题 那我们也走得很缓慢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 那我们很幸运 我们的我的推荐人 法西老师 还有VV大师 和Patrick总裁的帮助下 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也一步一不了解这个事业 也在这次上 事新的过程中呢 我们在一开始的前两个礼拜 其实是很辛苦的 那成绩也不理想 那我基本上 原本都想要快放弃 因为觉得真的好难 好远 但很多的伙伴啊 都还是持续的鼓励我们 然后不同的领导 不同国家的领导 也持续的教导我们 持续关心我们 每天的进度 也在帮我们处理后面 很多的困难 与问题 不管什么时间 他们都很乐意去帮助 也接起电话 不管是在睡觉 都非常的感谢这样子 那我真的是 也非常的感恩 这次的上聘呢 我也学到了团队的信任 因为只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啊 是不可能成功的 也很感动伙伴们的信任 然后一路上啊 一起合作 一起努力 在最后的几天啊 我们才真的上了世心 过程中我也真的了解到 这个事业啊 真的是一个分享爱的事业 也真的知道系统的力量 学习什么是带入系统 借力系统 然后语系统里面 再做学习 那我这次上聘啊 上世心啊 也是觉得说 上了世心 好像松了一口气 但是上了世心后 我知道 这只是刚开始 刚开始了解这个事业 那未来 我还有更多需要学习 需要分享 也需要帮助更多的伙伴 未来我一定可以走得更高 也走得更远 谢谢大家 谢谢Paul 我听到Paul的分享 我好感动 对 而且Patrick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这里好多 都是传统产业的老板 而且在传统产业里面 他们都很知道 所有的这个辛苦 所以当他们在知道 这样子的商业模式的时候 一开始他们都无法理解 就像佩迪讲 这个不适合我 我想他一开始应该也觉得 这不适合我 但是在经过了 这一个时间当中 其实我觉得 像这样的企业家 这样的传统产业的老板们 他们愿意 把自己的想法跟思维打开 然后愿意进入系统 然后愿意来去看 这样子的商业模式 是怎么样的运作 还有他们都发现了 一个很大的秘密 也就是在传统产业 也许都要靠个人 但是在这样子的 我们这样的创业平台里面 其实是一个分享爱跟奉献给众人 每一个人努力的达成他的一点点 就可以成就我们彼此的大成功 我觉得Paul应该在这一次里面 应该可以理解到 我常常在告诉你的 我们要用众人 帮助众人的力量 就能够成就自己的力量 谢谢Paul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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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接下来呢 一样又来自台湾 这一对夫妻啊 我也是认识他们很久 那这一对夫妻呢 我们的这个太太呢 她是在大学里面担任研究科学家 研究员 她以前都是做研究的工作 然后我们的这位先生呢 她现在是一个医学生 那她过去呢 曾经在这个经络啊 这样的事业里面呢 她也做得非常杰出 那我也是在这一次当中呢 看着他们两个 因为我认识他们十几年 其实我连我自己都觉得 他们两个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他们跨破 应该说跨越了他们自己的框架 勇敢的 敢敢的 这一次敢敢的要 敢敢的做 敢敢的做出了 最新的四星总裁的成绩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 欢迎我们的志应跟龙翔啊 新科的四星总裁 要不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哈喽 我们是立玉老师 大家好 那我先总部自我介绍 就像立玉老师刚刚说的 其实我过去是走学术研究的 那后来我跟我先生一起开了一个身心灵整合的店哦 那也因为疫情遇到了一些影响 但是我从去年2023年 Vivi老师来告诉我们 Suite这个平台 其实很感恩 那经过一年多 今天有这个小小的成绩 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呢 我觉得在Suite这一年来 我发现最重要的就是要投入系统 那我过去呢 从来不懂得做生意 也没有想过我会创业成为一个企业家 但是加入的时候呢 Vivi老师告诉我们 一定要投入系统 所以我们就真的 在系统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活动都参加 台湾的北中南 甚至到了亚洲 香港 马来西亚 雅加达 回到台湾之后 甚至在前两个月 我们就直接去到了美国 来去看整个总部 甚至是整个分会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整年 是一个学习的里程 真正让我自己深入 去了解公司的文化 它的实力 甚至是融入成为 里面实际运作的一员 我觉得非常的感谢 就是Patrick Harris 还有Vivi老师 在这里给我们很多 学习路上的支持 所以跟着领导的角度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那第二个呢 其实我的感想就是 一定要很了解公司 了解制度跟活动 要非常积极 因为了解公司 对公司有信心 你讲出来才会有底气 那了解制度跟活动的话 实际去计算 在活动出来 你会看到机会 然后也能够去做 最好的布局 在这里呢 平常其实我们要懂得 运用系统的一个资源 像是系统Spark里面 有非常多教育训练的影片 这一定是在平常 我每个礼拜 我都会跟进 然后持续去做的一个基本功 那因为 这是因为我知道 我不是做生意的料 那也没有做生意的 这些背景的资源 那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 把自己投入系统 耳濡目染之下 我慢慢的去明白 到底是要怎么样子做生意 所以在一连串的巡回 最后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 看着系统去推出 这一波的一个活动 给我们大家很多很多的奖励 我跟我老公一起看懂这个系统 这一次 真的是要让我们成功 而且这一次让我们成功 我们会赚很大 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把握这个机会 好好加油 我们是有机会做到的 所以我们就彻底去研究 这次的一个产品跳组的优势 Rise Out活动的奖励 跟旅游奖励等等 在这边当然也特别感谢Vivi老师 他也在我们背后 做各种解析跟布局 我们在把我们去学到的 再把它全部的去复制 来去告诉我们每一个伙伴 告诉大家 最大利益化 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做到 那大家看到了机会 就也会跟着我们一样 兴奋一起去冲 所以在这一波当中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伙伴 都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去做出努力 那我从来就没有想到 在这样大家一起 能前进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真的在三周 做到了四星 所以非常的感动 在这一波 也让我真正去明白 系统是怎么样子 去帮助大家来去成功的 所以我相信呢 四星真的只是一个开始 我也希望可以带给更多的伙伴 更多的人能够走向这样子 蜕变的一个过程 我可以 我相信大家跟着系统一起走 每个人一定都可以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 请我们先振作 对 其实就像 我刚才说的 其实我们当时去完美国 还没有去想过 我们要去上四星 但直到我们下飞机 那时候我们还在桃园等 要等高铁回到高雄 我就在那边算 系统这个活动 那一直以来 我们参加这些培训 PESHC也好 Helice也好 都在教我们 我们如何靠着活动 往上冲 那时候我在那边算一算 那天我算完就跟我老婆讲说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可以 对 但真正 让我们真的觉得 我们可以是在 在那过没几天 我们的领导 VV总裁就跟我们说 这次的千载男朋友的机会 那你们要不要 对 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教练 都这样讲的 我们怎么可能不要 我们就干 对 而且其实不只是那一天 而是从那一天 我们决定要了之后 我们其实是 几乎是天天的跟我们的领导 保持一个跟进跟更新 我们做到哪里了 我们现在缺了什么 所以其实不只是系统很重要 还有我们跟着领导 还有我们自己的心 我觉得就是 其实在这么多场的培训 或者系统的教育也好 最重要的就是 Tim也常讲的 我们的态度 我觉得我们的态度重要了之后 我们再跟着这个系统 我相信它会成为我们 最好的一个道路 因为系统就是一条道路 不好了 只要我们的态度对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目标 这以上是我觉得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学习到的 哇 讲得太好了 所以成功的背后 你看要经过一年的系统改造 然后他看懂了 看懂的时候呢 就说我要 然后系统就是一条道路 Patrick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太棒了 特别了 刚刚其实志音龙翔 还有一位总裁的对我分享 说了 其实上了世心 只是一个开词 我想告诉大家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 其实上了世心 中间这个过程当中 往往很多的总裁 他们都学到 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课 然后他们很希望 就把这一套的经验 他们所悟到的 有些时候人就是这样 其实 OK 我再讲一点点 其实我在11年前 我还没有认识Kim的时候 我是一个超自我的人来的 这谁都不听 以为自己好厉害 就没办法 你明白吗 就跌跌碰碰 就把头撞墙了 还不知道痛 然后看到留学了 还不知道 登学的时候才知道 往往我们的人生 就是这样 跌跌碰碰 撞撞 跌碰了之后 他们上了总裁 他们所悟到的 其实他们是很想 就把这套悟 他们所悟到的东西 来告诉大家 就让大家小走 这个冤 冤网路 冤网路 对 OK 所以为什么他们说 上了世心 只是一个开词 我觉得大家非常幸运 在这个事业的平台上面 大家你们的上书的总裁 都会默默的 把他们的最宝贵的经验 来教导大家的 所以太棒了 再次恭喜龙翔跟志印 还有我在你们两夫妻身上 我看到有一个 就是当时候的志印龙翔 志印跟我说的 Patrick 你等我好消息吧 我认识志印 从第一天我认识志印 到现在为止 那一句是他最有力量 最有信心的 我听到这一句的时候 我知道肯定上了 一定上了 他说你等我的好消息 我认识他十几年 我也是在这一次看到不一样的他 是的 实力事业真的可以改变所有的人 是啊 太棒了 恭喜你们 谢谢 谢谢 我刚刚听到Patrick讲 你在讲说你以前还没遇到 King的时候 你是很自我的人 我觉得这跟你要介绍的下一位 好像有点像 OK 其实接下来呢 对呀 Viria 这一位呢 我不讲太多他的背景 但是呢 其实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了 他所做的事情呢 是让我非常的感动 其实在过去呢 在这个事业的平台呢 我看到他不断的 因为我差不多每一个月 当时我都去马来西亚 我看到了他的默默在背后 伙伴们都休息了 他在背后啊 帮他们处理啊 很多的文书啊 处理在线上啊 所有的事情的 不单在这一次 其实 因为我们的Visage 就是那个精华啊 就传球都很缺嘛 那当时候他知道 有一批货 通运了 倒了香港 然后呢 那一天呢 他就空手的 手上呢 他只是拿了一个外套 啥都没拿 然后过来香港呢 就拿两个皮箱的Visage 就拿回马来西亚 去分配给他 团队里面所有的伙伴 不单的 我感动的是什么 他说突然决定了 这一次 因为突然间听到就是 货到了香港了 他啥都不想 然后呢 就买机票 这没有直航啊 直飞就没了 他要经过新加坡 再来香港 然后呢 当天拿了 拿了货 拿了货呢 他是八点钟起飞 然后第二天早上六点多 才跟我说 Patrick 我到了马来西亚了 整整的是一个凌晨 他要等转机啊 去新加坡 所以 我觉得这一次呢 他上了四星了 我觉得 他真的是默默的 为了团队的付诸 帮助了他团队的人 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就上了我们的四星 来 我们用 业劣的掌心好吗 欢迎我们来自马来西亚的 我们的四星总裁 Winston 你好 Winston 嗨 大家好 哈啰 今天你没有拿 拿住那个外套了 你把外套 对对对 今天穿在身上了 因为那天可能就是 手不够用了嘛 要准备两个行李 还是怎么样 就把手套 这个外套就戴在手上了 你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Vivi也是 所以我就发现 其实我现在做的感觉 大家好说是一个事业 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个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从我认识Tree 到发生到今天 到一个上了四星总裁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奇妙的东西 在里面 怎么奇妙法 就从去年的开始 就好像我先自我介绍 我是Winston 来自马来西亚 我过去是在邮轮上 掌控的就是这个人事部 掌管1700个员工的 我也是就是因为 很奇妙的开始 就是在飞机上 遇到了Jessica Angeline 他们才遇见了Tree 这个平台 让我下定结星的时候 就去展开这个事业 然后全心全意的去做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就有一年了 你说跌跌撞撞肯定有 面对挑战也很多 一开始的时候 跟很多身边的朋友 很兴奋的去分享 我看到了这个 很好的机会 但是很现实的东西 就是被很多东西 去打击到了 就觉得好朋友 二十几年好朋友 都觉得我的想法 是很疯狂的 很不实际的东西 甚至是好多身边的朋友 都会怀疑我 到底我做的这个事业 是不是对的 我做的决定 是不是对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是跟着很多领导 Patrick Harris Vivy老师 跟着很多国际的领导 去学习 什么系统里面 到底他的这个技巧 是什么 他的知识是什么 也在这个一年里面 就跟好多全球的企业 一直在做交流 一些分享心得里面 去收获到很多的 这个机会 当然你说 再继续做下去 还是面对挑战 我甚至挑战到 我觉得也卡了好 一段时间里面 然后我也尝试去突破自己 去找很多的一些信息 还有什么是我还没有学习到的 有什么影片是我还没有看到的 我就再去学习 看还有什么东西 我可以把成功再推进一步 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挑战了很多 也有一小进步 在进步里面 又有停顿的时候 也就是遇到 哇 好多加入伙伴也不动啊 也好难去调动 他们 他们好像看不到这机会这样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 Patrick在之前 就是在 7月份的时候 来到马来西亚 也当时 在真的是跟我把麦 就说让我怎么去 去看完我整个团队的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再要我去 怎么去跟 我的团队伙伴 振兴的去交流 一对一的去把麦 到底他们的什么问题 我就这样子 他开始就这样子的去行动 在行动里面 也就遇到了 这一次的 这个启动套助 加上这个新系列的产品里面 其实很 就是已经开始打动我了 就是说 这个全世界第一的 这个深精源的 这个美容产品 再加上 就是已经核桃 已经让我觉得 哇 这个效果我很喜欢 我超爱的 然后再加上 这一个启动套助 让我很吸引 我每次看到启动套助 我都很兴奋的 而且更兴奋的 其实这一次 还有额外的一个奖励 我看 好像是看到一个金矿 这样 哇 这一次真的很不同 有打动到我了 但是我真的很想去做 然后就是这样子 开始跟团队 在开会的时候 Jessica就问我 这次要不要充实心呢 其实我是保持沉默的 我想要 但是我觉得不现实 我的脑袋告诉我不现实 现在我的团队才刚刚 去把卖好 还没有开始去启动它 但是他就告诉我 这个东西真的不是用 我的脑袋去想的 好 我就说这样这次 我就不要用我的脑去想了 我就 我就 我就开始去做 我一开始 不用脑去想的时候 我开始调动了我的能量 我的很兴奋度上来的时候 我 这次让我感觉到的是什么东西 我念过我朋友 而且就是伙伴分享的时候 在电话上分享 他们觉得哇 你讲的好兴奋 很可以 这样我也来尝试一下 我也启动 这是让我感觉到 他们连在电话里面都觉得 我很兴奋的 那个感觉也感染到他们了 然后还有的就是在 可能我印尼的伙伴 也来见面 跟我见面的时候 我也是用同样的这个兴奋度 去感染到他 到他很兴奋 我要赚这一个钱 我要赚这个机会 他甚至回去的时候 我拍掌一样 让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其实看到的东西 其实是我终于了解 什么叫做momentum 什么叫做爆发力 这爆发力就好像是 Patrick所说的 那个烟花 全部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差一点的东西 就是我的那把火 要不要点下去 如果我用我固有的思维 我脑袋去想的话 这把火今天点不上 我就觉得 我应该是12月份 或者明年可能才上四星总裁 我们完全全没有这样子想过 所以我就这次 让我真正体会到什么 叫做momentum 什么叫做我自己 从我自己的动力开始去打的 我才会这样子说 一路就不去想 一路就跟大家分享 甚至是我全部之前就是说 第一次去分享 他拒绝我了 但我这次也就不想这么多 也重新去跟他们分享 也额外得到了很多的一个 让我意想不到的东西在里面 就是让我非常的感动 或者是说 我会相信 哇 真的好奇妙 这个东西 所以当我们发现 我们需要很多的一些 产品去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手上没有 又怎么办 所以我们还在下定学生 在开会的时候发现 要不我就飞过去香港去哪 而且在飞过去的过程里面 要订机票 它是那一张 就是唯一一张的机票 我如果再用我自己想 再考虑的话 这张机票就没有了 我也不会有这样子 接下来 这种很奇妙的一些故事 出来了 这就是我这次感受到 很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这个momentum 让我其实不说 因为这个启动 到手结束过后 我的momentum停了 没有了 我还继续把我的火 继续点燃给其他的人 所以我就在这个团队里面 我上了四星过后 我把我那包火 也去烧了其他人 就点了其他人的烟花 一样就发现 我们团队好多 三星也出来 四星也出来 五星也出来 就这样大家就看到 哇 这个真是一个奇迹 或者而且这个奇迹 是可以让我们行动 去把它实现出来的 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感想在里面 所以让我觉得我在这一年里面 从零开始做到现在 也碰碰撞撞很多 让我觉得哇 这东西其实关键点 不是在于你有多少的 资源人脉 或者说你的知识有多高 而是在于你的那个行动力 而你的行动力 不是靠你的脑袋去想 而是靠你的心 这样子去展现出来的 这就是我的小小分享 太棒了 Winston 其实你提到的就是刚刚这一个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人 你的第一个感觉 你要什么 马上你就决定 你就去做这一个 你再多想 你再多 你再想一想 越想的时候 那个机会就跑掉了 我觉得这一个是送给 你可以这句说 还是送给所有的伙伴们 永久的跟着你的感觉 你第一个感觉出来 你想要什么 你就敢敢的 你就去做这个事情 最后你就能得到了 是的 恭喜你 Winston 谢谢 谢谢 谢谢V老师 我认识Winston这么久 他第一次讲十分钟的话 我们都不忍心打断他 所以啊 我可以感觉到 你继续保持这个能量 然后我觉得 Jessica实在太厉害了 Jessica可以把大家说 你们不要用脑袋一下 反正就是走就对了 我觉得这个是马来西亚 我的这个好姐妹好伙伴 这个最厉害的领导 Jessica 她也是非常厉害的 对吧 是啊 他们的激情出来了 是 继续保持这个momentum moment 所以加入 所以到现在呢 是反转我整个人 跟我过去的性格啊 完完全全不一样了 我感觉到 原来这个才是成功 成功的那个因素在里面 对 太棒了 Winston继续加油 谢谢 谢谢 你看Villie 他还不想停 你看你看看 你看认识他那么久 你看 然后谢谢大家 赶快下台 赶快下台 我们下一位 哈哈哈 哈哈哈 接下来了 谢谢Winston 谢谢 我想要邀请的 也是我们台湾的伙伴 如果说呢 在我们在马来西亚 由我们Winston默默的付出 这一位伙伴 我们这位男嘉宾啊 他也就是我们台湾 也在默默付出的 而且他是我们 在这一次的 Power Up里面啊 这一对夫妻啊 他们是第一个 砰爆炮的士星 最快 最快 超快的 而且呢 这个之后呢 我们台湾也发现了 跟马来西亚 Winston一样的状态 没有产品怎么办 我们这个新科士星呢 就说老师 我 我也要拖着行李箱 我也要来去香港 去为大家服务 把这个产品拿回来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是我们系统 很棒的传承 也就是说 在对的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的爱跟奉献 还有每一个领导 他们都知道 我们其实要不断的奉献 才有办法 在不断的成就自己 所以我想要借助大家 热烈的掌声 来邀请我们这一对夫妻 我们的淼姨跟嘉诚 哈喽 Vivie老师 哈喽 Petri总裁 大家好 那全球的 大家帮我分一下 嗯 OK OK 好那全球世界家人们 伙伴领导们 大家好 那我是秒一 我来自台湾高雄 那我们呢 是从事美业的老板 那我本身过往呢 是在医美做服务的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 成为美的大言 跟协助每个人 在变美的这个过程 那后来呢 我就是离开了医美之后 选择跟老公一起创业开店 但是呢 因为我们刚开幕不久 就遇上了这个疫情 那其实我们也开始意识到 其实传统的转型 真的非常的重要 其实就在去年五月份 我们的生命教练 Vivi总裁 他就介绍 推荐我们这个很棒的 水的轻创业的平台 他小小的资金 他就可以创业了 也因为我们非常相信 Vivi总裁的企业的眼光 所以我们马上就加入了 但是因为呢 我们并没有做过这个 分享经济的一个行业 所以一开始也不懂 所以一开始一直碰壁 遭受到非常多人的 误会跟拒绝 其实我们有一度的 真的想要放弃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不适合 但后来看到Vivi总裁 以及其他的领导们 是不断的以身作则 走在我们的最前面 也不断的鼓励着我们 才让我们重新的振作起来 于是呢 我们就开始投入系统 去认真学习 其实真正打开我们的是 在第二阶的这个亚洲巡回 还有接着这个 盐湖城的这样子的一个年会 因为我们呢 非常热爱Kim所率领的 精英部队 所打造的文化 就是爱与奉献的文化 那也很感谢Kim能够 再一次的付出 那也因为 也因为这次参加美国的年会 那就是在美国中 也感受到不同国家的文化 又更打开了我们的心 跟我们的视野 了解到原来做这个事 也是可以非常时尚的 那加上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年会 就是新发布的这个Visage 就让我们对于这个新产品 充满了信心啊 因为它简直就是我们美业的先锋 真是超高科技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等待这一次的机运 那我们准备好 就是全力以赴了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呢 就是在美国的Patry啊 还有Harris的领导 还有Sandy姐的全程的付出 因为呢 他把我们视如己出马 非常照顾着我们 像我们有这样子的领导 我们真的非常的窝心 也因此这样子 我们不能再让领导们失望了 所以我们自己就马上把这个活动 启动到装 整个买齐 回来立刻跟Vivi总裁讨论 那透过总裁的布局 告诉我们什么人该怎么谈 什么的人不能跟他谈什么 那这个过程 我们是不断的跟领导 是不断的连结的 是一直保持这样子维系的 那遇到问题 我们就不断的突破问题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伙伴 重新的都谈过一遍 然后呢 继续的开心单 然后继续不断的谈 继续的分享 所以我们也跟所有的伙伴们分享 我们在美国所看见的 以及我们的感受跟感动 那我们也体会到 唯有真实走过这一条路 透过系统真实的触动 我们自己的内在 那我们才有办法 表达出感动的言语 那也才有办法去带动 身边的每个伙伴 跟每一个人 跟我们一起继续的 继续的复制下去 那所以我也很感恩 我的领导 其实我们的团队们 也因为大家一起努力 我才有今天这个小小的成绩 就像Patrick说的 刺心只是我们的开始 背后我们要去耕耘 要去扎耕的 其实还很 还非常的长远 对 这是我们必须要一起去 努力去做的 所以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那有没有要补充的 所以啊 我认为就是 其实要有系统 它才有办法 真正的复制团队 它才有办法 真正的壮大 所以如果每个人 都用自己的方式乱做 就是不但没有办法复制 而且会非常的辛苦 那从这一次的学习 让我们真的是 非常明白 进入系统 真的是太重要 以上是我们的分享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Patrick 我觉得好开心哦 哈哈哈哈 今天睡觉很开心了 是啊 其实Vivi 我很记得 在上一年的年底 在 那天是在台北 上个星期 我也有在这个国际的书里分享 其实 我觉得今天 Vivi所看到的 就是看到真的 这些的儿女 他们成长 他们得到 就初步的 他们想拥有的东西 达成他们的梦想的时候 这个当父母的感觉 就是望子成龙 可能我说的不标准的普通话 这广东话 是望极成龙 有很多人 就作为父母 那今天呢 其实Vivi呢 我看到 你在这个事业的平台 你的初衷 你都希望 可以借助 这一次 Kim这个Legacy的project呢 可以让你更多的学生 可以了 帮助他们得到人生 他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Vivi 谢谢 没有 只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真的可以 而且真的 就是我们到底 要不要投入 然后到底 要不要来去相信 把自己清空 我们只是在证明一件事情 是不需要任何背景 你不需要任何的 什么很多的限制 其实每一个人在这个平台 只要你相信自己 然后愿意清空自己 然后愿意按照系统 其实成功 富足 绝对都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是的 是的 Vivi刚刚讲的非常好 我想呢 大家 来 总裁们 我们来 打开镜头 我想跟传球的伙伴们 今天有几十 一百几十位的 传球的伙伴 在这里 我想呢 我跟Vivi 想跟大家说 大家现在看一看屏幕 包括我自己 我在一年多前 Nobody 就是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人 今天 在这个屏幕上面 在可能在 半年之前 九个月之前 零 他们是左零 右零 零部队 啥都没有 就是在这个事业 我说 那在这里看 今天在屏幕上面的 他们已经短短的时间 上了我们的四星 五星的总裁 当中的秘密 刚刚每一位的总裁 都有跟大家分享了 也是刚刚Vivi所说的 这个事情 绝对是可以的 最重要 就是你用什么的方法 来经营3这个事业 通过刚刚他们的分享 其实我相信 你也听到 Vivi刚刚也有说 就是运用系统的 一个的方法 那接下来 Vivi我知道 我们在12月14号 有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 那过几天 我们系统就会公布 怎么大型了 比现在大家所知道的 更大型 对了 这个Vivi也已经知道了 那这过几天 那公司就会正式的发布出来 所以12月14号 我们在香港 有一个大型的一个的活动 来透露一点给大家知道 就是Visage 那现在我们所有的总裁 我相信Visage 你们知道 这个非常好 非常棒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爆品 是的 Dr. Dan 是我们的保障 然后 怎么可以Visage 只有一个系列呢 只有一个serum呢 所以在12月14号 那我们呢 会有Visage 这系列的新品的发布会 在香港举办 所以比你们现在 所能想到的更大 而且精彩的更多 所以刚刚都大家都已经听到 各位总裁所说的 要运用系统 所以这一次12月14号 你带多少人进入系统 带多少人一起来参与 我们这一项盛会 我相信下一个在框框上面的 就是你咯 是的 所以记得了 下一次可能我们的总裁的访谈 这个框框里面 就有你的照片 不是你的照片 就是有你的头像 在这里 下一次就是轮到今天的观众 你下一次呢 就是跟传球我们的伙伴们去分享的 没错 OK 所以今天我们的时间 Vivi都差不多了 对 OK 所以我们就下一次 再跟大家见面 再一次感谢Vivi 感谢所有我们的总裁们 谢谢 也恭喜所有新商品总裁 你们都是神奇宝贝 太棒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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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OK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